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必须的 今天已经炸翻我们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谢金燕姐姐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几张机场照片 宣布自己从乘风2024的初舞台跳到总决赛的旅程圆满结束 每张照片中 她都笑得十分灿烂 仿佛在告诉世界 爱笑的自己 千言万语也不及一个笑容 就这样一直笑住吧 回顾这段旅程 谢金燕感慨良多 她表示 没有所谓的成功或失败 都是获得 伤会好 苦会过 但传递的精神与力量永存 她认为 内核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只有撕掉他人给你的标签 从零开始自己给予定义 才能成为真正的勇者 在这次乘风2024的挑战中 谢金燕靠住一股傻劲往前冲 不仅让自己在舞台上大放一彩 更在心灵上得到了成长 她幽默地表示 这一趟我长大了 就大了三岁不能再多了 同时 她也感谢自己如此勇敢 能够挑战自我 不断突破 粉丝们纷纷留言支持 称赞谢金燕为女英雄 并表示永远支持她 有网友留言 姐姐真的很棒 佩服姐姐挑战成风舞台 不断突破自己表演 为姐姐骄傲 还有网友表示 这个夏天让我遇见一位爱笑 可爱的姐姐永远支持姐姐 快开演唱会要买第一台 看来 谢金燕也舍不得长沙和这里的粉丝们 她透露 相信很快就会再去内地 也许年底就会去开场 敬请期待 明天再给你们那个暗号 暗号不是 尖叫声 我喊尖叫声 OKOK 动动 我最喜欢喊尖叫声 对 对 人生欢 我最喜欢喊尖叫声 我们看到的 有很多演唱会都 就是 这年都喊尖叫声 我们来这里收敛了 都没喊尖叫声 明天一定会喊 好好 好 即使是山风电火 散开闪躲 山风电火 小心闪躲 天真可见走火 怎么见 大家好 我是姐姐谢金燕 我今年快五十了 不要再争论 而讲的是 谢金燕 谢金燕 因为我喜欢在舞台上 越南的我越喜欢挑战 听说姐姐 只要唱跨年 因为在我 那我希望 大陆的观众 以姐姐的斗志 绝对是走到最后的 他就这样是 你不清楚的 才业天女王 在动成为首饰冠军 姐姐在家乡的成绩 表现一直是很优异的 但我这次决定要这么做呢 是因为我真的想要挑战自己 因为很多的内伤 我有可能下半辈子得做轮椅了 但我就想要唱跳 我花了好多年才自见 从轮椅离开 可以站立 你被你记得我 你被你记得我 所以我觉得 人生走到这里 最大的作用名叫做 永不放弃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 有色白花青的精力 越然一万点 明晚残阳照顾 英雾淡然同村满城目的深 一人一门望尽他归继 越养着 弄紧你此话当真 衣服穿什么 造什么风格 为什么觉得你的一切 你的招牌通宗 暂停一秒钟 想到了没有 没有什么对错 只要付与你自己的招牌动作 啊 啊 帅个唱 啊 啊 牛一扬 Hey call my everybody Hey call my everybody 没有人和你会想 不会错 最简单的那个动作 不会错 她的梦光会被你掌握 她的梦光会被你掌握 有了everybody 她的梦光会被你掌握 乱了心扉 我不想害谁 我只需要你安慰 I want nobody nobody You'll fight nobody nobody 就算 年年天不适合 是不是不适合 我才是不够看 这开一句也没有胜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不知道下次见面什么时候 姐姐你之后还会继续在这边吗 就是一些活动什么的 大陆也有点辛苦 你觉得吗 很期待 如果有一定去 走吧 有点雨 外面有点 因为他们 现在暂时去不到台湾 所以就得要麻烦你 是的 今天需要我肯定来 那必须的 一定要炸翻 今天已经炸翻我们了 没有人和你会想 不会错 最简单的动作 不会错 乖乖来不喜欢 你一怕就会被我一怕 No No way 山西 如与你自己的招牌动作 啊 帅个头 啊 牛一牛 Hey come everybody 你五 三 四 即 二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